說如果能夠把這個呼吸機能夠訓練好 在高位脊髓的損傷的病人對他來講就比較好 現在有沒有永久後遺症 我們當然在當時比較擔心的就是說他的這個呼吸的問題 那在我們經過這個越餘的努力之後呢 他的呼吸器的這個已經成功的脫離了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說如果能夠把這個呼吸機能夠訓練好 在高位脊髓的損傷的病人對他來講就比較好 那肢體的部分來講說我們還在持續的這個加強復健中 也希望他能夠做到比較好的復原 以讓這個肢體的活動能夠稍微的更能夠的符合他自己的生活所需 那麼在膀胱的部分來講說神經性膀胱的訓練 我們也是即將很快的就可以展開 也希望他能夠在這個排尿的過程能夠順暢 也希望他這個排尿的過程盡量不要造成他日後一個很大的一個病發症 以上是重要的這三點 謝謝 我們來說, 沒問題 感谢观看